就是你的背景有沒有雜物 僅好看 但是可能有一條很醜的電線桿 很醜的三角錐等等的 就請你避開它 即便是像我們用4比3比較大一點 後期可以裁切 你還是要注意裁切後的畫面 是不是沒有任何的雜物 這樣在拍攝的時候才可以是比例好看 畫面也是乾淨的 這一點 嗨 大家好 我是Kevin 這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用手機拍出好看的穿搭照 各位喜歡搭配的人 喜歡買衣服的人一定會想要用照片 記錄自己的穿搭 或是買了什麼東西跟大家分享 但是又不知道怎麼拍照 用什麼拍照的時候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經營自媒體六年下來的心得 就是手機就會是最好的拍照工具 那如果你常看我的IG 你覺得我的穿搭照 跟我的鏡物拍攝 是你想要呈現的風格的話 這一集請你一定要看到最後 跟大家播說 那我們開始吧 這一次的教學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 穿搭照 第二 鏡物拍攝 首先第一 穿搭照的部分 很多人其實平常在外面拍照 你一定要請自己的朋友幫你拍照 但你的朋友不一定會攝影的時候 沒關係 這一集看完你把我的步驟學起來 跟你朋友說 相信我任何人五分鐘之內一定上手 步驟分為四個 第一 手機角度 第二 畫面構圖 第三 曝光 第四 後製跟修圖 首先第一點 手機角度 今天如果是站著的照片的話 半身照片 請讓你的鏡頭位置 在你胸前的地方 全身的話 鏡頭位置在你肚臍的位置 然後都微微的讓它這樣子 稍微鏡頭往上一咪咪拍攝 視覺上會比較高一點 再來就是畫面構圖的部分 之前跟大家分享 都是用正方形的方式來拍照 比較可以符合IG的版面吧 但經過了我這一兩年的新發現之後 我發現4比3的版型 在拍照的時候 更可以透過廣角變形 再把你的腿拉長一點 其實在比例上是更好看的 怎麼拍呢 就是在你拍攝的時候 把畫面調成4比3之後 你的人位在畫面的下半部 最好是頭肩的地方置中 然後腿的地方接近底部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在臉部不變形的情況下 把你的下半身稍微的拉長 在比例上 不用修圖就可以看起來是顯高 好看的 但是又不會太明顯 然後其實很多的小紅書或抖音 都有教一些什麼三分法啊 前景後景啊 blah blah blah的拍法 但我覺得其實我自己 反而會認為一般紀錄生活穿搭照啊 不要這麼的gay by 這麼的複雜 反而會給人很有距離感 在發穿搭照的時候 我自己其實反而是 傾向是一個很正常的生活照的感覺 所以我一般都會是置中 然後照剛剛的置中偏下的方式來拍攝 那如果今天你的背景呢 是有一個建築物想跟它合拍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可以使用三分法 讓你的人是在畫面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呢 就留給那個建築物 這樣子的拍攝 我覺得就是可以在 不會太假掰的情況下 但是又可以把人跟景結合在一起 都設定好之後 快門按下之前 有一個點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的背景有沒有雜物 景好看 但是可能有一條很醜的電線杆 很醜的三角錐等等的 就請你避開它 即便是像我們用4比3 比較大一點 後期可以裁切 你還是要注意 裁切後的畫面 是不是沒有任何的雜物 這樣在拍攝的時候 才可以是比例好看 畫面也是乾淨的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有注意跟沒注意 質感會差非常的多 那如果你真的發現 不管你東橋西橋還是很多雜物 不好看的話 就可以使用變焦 現在的iPhone都有兩倍鏡或三倍鏡 假設我們今天用手機拍照 一倍的焦段是人這麼大 兩倍是人這麼大的時候 在同大小的人底下 你的背景一倍會比較廣 兩倍會比較壓縮 就可以避開雜物的部分 手機位置好了 構圖也好了 再來第三點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的手機曝光 有時候在拍照的時候 因為手機並不像相機這麼專業 他們的判斷是自動的 可能衣服有黑色 或是你的畫面有比較黑的東西的話 它會把它判斷到比較亮的地方 會導致你的整個畫面是很亮 然後很沒質感的 那這時候呢其實你只要非常的簡單 點螢幕把它往下拉按 讓你的畫面裡面 黑的顏色 就是正確的黑色的樣子 這個情況在去拍照的時候 畫面的質感會瞬間提升非常的多 最後就是後製的部分 用什麼東西修圖 是我超常說到的問題 那我自己的話呢 就是用Adobe的Lightroom 那其實修的細節啊 我就不會特別跟大家講 因為那個太主觀了 那如果你是有特別喜歡的一些風格的話 推薦大家可以去小紅書 你只要輸入你想要的可能復古啊 日系啊 任何的風格 都會有大神 直接把它們的 調整參數的數據放在那邊 你只要把它照抄到你的Lightroom裡面 就可以調出大概八成像的畫質了 所以Lightroom真的很好用 那如果你的畫面裡面 可能拍的人 還是沒那麼專業 有一些雜物的話呢 你就可以使用美圖秀秀 裡面的圖片美畫功能 有個刪除筆 你就可以用它 然後把畫面放大 把你的雜物稍微塗一塗 他們的運算我覺得算還不錯 就是你刪掉之後再放大 其實視覺上不會太明顯 以上的四個步驟就是 我是以你出來的 可以讓你身邊的朋友 快速學會 如何幫你拍照片的一個方式 第一 鏡頭角度 第二 畫面構圖 第三 正確曝光 第四 就是後期的微調整 不用專業的攝影師 朋友就可以幫你拍出 好看有質感的日常傳達照 那剛剛所說的呢 都是拍照者的注意事項 再來的部分是被拍者 很多照片其實拍得不好看 不是拍的人的問題 是被拍的人的問題 其實重點非常的簡單 只有一個 就是拜託你 拿出你的齒力 在拍照的當下 你就覺得自己是那個moment 最帥的 最會穿的 大家看你 你也不要害羞 你就是 好好地展現自己 不然 穿得再帥 你的姿勢 你的臉很尬 那種照片都不會是好看的 拜託各位 想要拍照的時候 拿出你的齒力 大家都在拍照 真的沒有人 特別在看你 那都是你自己的想像而已 再來下一個 就是近物拍攝 你買了鞋 買了新衣服 買了新的銀飾 想要拍的話 不知道怎麼拍 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常用的三個構圖方法 第一個就是三分法 非常的簡單 就是你的畫面呢 是一個九宮格 你把你的物品 放在上面的三分之二 或是下面的三分之一 或是右邊的三分之一 就是把畫面按照他們的九宮格 切割好之後 去把它擺在三分之一 或三分之二處 這樣子的話 拍攝 就像東西是明顯 但又是有質感的 那這個三分法的拍法呢 我個人的建議 會是在背景沒那麼素的情況下 可能是在一個桌子上 你拍到桌子 也拍到地上 或是你放在椅子上 也拍到椅背跟地板 這樣的方式去拍三分法的構圖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的 比較有層次一點 再來的話 就是至中拍攝才是最簡單的 但我覺得也是 簡單中有些細節要顧慮的 首先第一個就是 你的畫面不可以太雜亂 或者東西放在正中間 後面又很亂的話 就有點見不到重點 我自己的想法會是 可能像木頭的地板啊 或是像清水模的地板 有一點點花紋跟紋路 可是不會太複雜的素面背景 它是比較適合拍至中的拍攝的 那至中的拍攝呢 也不是說放中間 然後放到很大 我自己的拍法呢 會是 九宮格裡面 你把物品呢 是放在正中間的那個格子 可以稍微超過一點點 但不要把整個格子都填滿 這樣就有點失去了 留白的美感 這樣子的位置 再配合剛剛所說的 有一點層次的素面背景 拍攝下來 我覺得就會是很簡約 但是很好看的 進入拍攝 再來下一個 如果你的背景 怎麼擺怎麼巧 就是覺得還是很雜 很亂的話 就是使用手機的變焦 你換一個鏡頭 可能換到兩倍焦鏡頭 或三倍焦的鏡頭 一樣 它可以把雜物去掉之外 讓你的東西比較聚焦 比較重點就會看起來是好看的 那這種拍攝就會特別的適合在 某些可能你要拍鞋子的細節 你就可以用放大的方式 拍鞋的屁股啊 或是鞋頭的一些細節素 就不會說畫面很雜 然後不然的重點是什麼 構圖完之後呢 下一個就跟前面的穿搭照一樣 曝光的部分 手機請你記得 你不管是拍穿搭照 拍風景照 拍鏡物 拍人 都一樣 就是你的畫面 一定要調整到正確的曝光 讓黑是黑 白是白 而不是白超亮 黑也變得很不像黑 調完之後 再搭配剛剛所說的構圖 相信我 你不用會什麼特別的修圖 照片都會立馬提升一個檔次 以上就是本次本人的 不專業手機拍照技巧分享 不敢說自己是多厲害的 攝影技巧啦 但我覺得至少是我自己在經營的六年下來 拍照也是被蠻多人稱讚 照片有質感 然後怎麼調色怎麼拍的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我的拍照風格的話 今天的方法就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包括現在鏡頭後面這個也是一樣 這方法你只要教了應該九五成的人吧 五分鐘內就可以上手了 歡迎收看 喜歡的朋友訂閱我頻道 還有IG然後小鈴鐺 還有新影片 IG在這張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